来跟进韩国足球队孙准浩被中国扣留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证实 孙准浩是因为涉嫌接受贿赂 而被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中国会依法处理并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近日有一名韩国公民 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被辽宁省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处理有关案件 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辽宁省公安机关已向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 进行了领事通报 并将为韩方领事官员执行领事职务 提供必要便利 韩国外交部匿名官员告诉路透社 驻中国的领事馆正提供准准号必要的援助 但是以隐私为由拒绝进一步评论 在昨天的路透社的报道 孙准号是在上个星期五十二号 也就是他三十一岁生事当天被拘留 去了 我是 less我 约的 由褶� happens 那么我处理 我把这里挺后一些 惊吹